好 今天發尾邊要來推薦對坑的好物是什麼 是來自於德國藍寶的筋膜槍 這個東西發尾邊其實已經用了好一陣子 長時間都要用 而且用了會掉到 你只要一旦用上了 你就會 不能沒有它 你就會不能沒有它 那這是什麼 這是筋膜槍 適用什麼族群 譬如說你平常有在運動的人 你喜歡跑步 爬山 或是我們露營的時候 搬裝備 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搬裝備回來之後 整個肌肉緊繃 僵硬 不舒服的人 特別適用這個東西 過去你肌肉緊繃 或是肌肉僵硬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 找老婆 老公幫你按摩一下 他按的要死 你閒的要死 或是說你花個八百一千 到外面專業的按摩店去 請那個酸液師傅幫你舒緩一下 這是不浮誇 之前我那個小三女兒 她手的好像肌肉在學校扭到了 就帶他去那個中醫推拿 那時候我看中醫推拿的那個師傅 以為他中醫推拿用手 後來拿出來 拿出筋膜槍 拿出筋膜槍幫著那個女兒做肌肉 筋肉的舒緩跟放鬆 所以這個東西 坦白說現在非常成熟 而且受到很多專業人士的推薦使用 今天要開箱的這台東西呢 這是來自德國藍寶的 AI筋膜震動按摩槍 這是最新一代的 現在就來開箱 大概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怎麼使用它 包裝非常精美 這不是外面讓你看到 有些網路不是有那種很便宜 一兩千塊的男子 不是 打開裡面 德國藍寶 一個吸行帶 硬核的吸行帶 方便你這樣提著到處走 你就要去健身房 你今天要去國外旅行 或是你要去哪裡 方便提著走 好 裡面呢 有什麼東西 產品 原廠的保證書跟說明書 然後呢 一條 這個電源線 AC的電源線 做得還蠻漂亮的 跟一般的軌太一樣 好 再來看到 主機本體出現了 主機本體出現了 它的膜開得非常漂亮 而且這裡 整個造型 有一定的分量 有一定的分量 上一代的握把部分比較短 這一代的加長 那我也問廠商為什麼要做加長 因為加長 背後會比較好按 太短的話其實會比較不好用 所以這一代是做加強的 然後 看一下它裡面附了總共有 五個頭 有五個頭 五個頭 總共有五個頭 那這個頭 目前最新的這一代的頭對不對 它有個特性是什麼 這一台是AI 過去我們使用筋膜槍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記 這個頭是用哪裡 這個頭是用哪裡 現在都不用記了 為什麼 我現在開機給大家看 開機 電源在最下面 打開 綠燈 亮起 代表它已經開機了 然後呢 這裡 會動了 會動代表有電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隨便開一個 它現在這裡是什麼 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液晶螢幕 它把身體的各個部位顯示出來 我現在把 我順便擦一個 譬如說我今天要按摩 整個大部分 大部塊的肌肉的時候 我把這個頭對不對 接上去 轉一下 然後再去開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告訴你這個頭 是用在身體的哪個部位 譬如說它建議的部位是全身 大面積的肌肉 哦 哦 好舒服哦 我現在只是第一段哦 這個目前 它的轉速已經來到3500了 上一代那個是3200 所以它的力量 更大 那記得使用筋膜槍的時候 不要把它 直接太大力的往下壓 其實上 跟肌肉 輕輕的接觸就可以了 那按摩 坦白說不是要按到你痛才有效果 不是這樣子的 哦 不要過度的啦 不要過度大力去壓它 哇 好舒服哦 這個頭就建議在任何身體的部位都可以 任何身體的部位都可以 特別是你的肩胛的部分 我覺得很好 很好用 好 它總管有五段 這是目前最輕的 它這裡會有顯示 我現在把它用到最強 有沒有 這是最強了 再一次停掉 1 2 3 4 5 那我的建議 使用這種筋膜槍 你不要一下就用最強 慢慢來 譬如說 一開始 按摩 第一段 再來呢 你覺得力道不夠 再慢慢夾往上壓 譬如第一段 好 我覺得還可以 再第二段 哇 好舒服哦 哇 真的好爽 真的 真的好爽 好 反正現在目前最新的這一段 它是到了3500磚 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開最大的時 它聲音非常小 因為這裡面的馬達 跟那便宜的東西不一樣 這裡面的馬達是鋁合金的 它誤差的範圍非常小 而且它 它是有無雙馬達 出來的聲音非常小 不然有時候你想 如果噪音很大的話 放旁邊這樣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吵 然後這個是針對身體每個部份 特別是 腿部的肌肉有沒有 哇 震到整個肌肉 你看 好舒服 好 我再換另外一個頭好了 換一個這個 雙剎 雙剎 以前的雙剎不是沒有裝進這個嗎 現在它增加這個 為什麼呢 傳統的所謂的金膜槍 它的按摩頭都是塑膠的 那現在最新的這一袋呢 它增加一個緩衝 因為 以前人家是用塑膠 如果打到骨頭的時候會痛 現在呢 它增加一個比較親膚型的塑膠 而且它比較有彈性有柔軟的 所以 打在骨頭上的時候 衝擊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因為如果不喜歡打在骨頭上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痛的意思 這個 裝上去轉一下 然後呢 打開 有沒有 它就告訴我這個東西 適用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腳部 腳部的地方有沒有 其實這個東西很適合在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或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雙剎是適合在這個地方使用 用起來會非常舒服 有沒有 再按牆一點 舒服 記得哦 按摩槍是不要 真的 就是靠著肌膚 肌肉去按摩就好 你不用整個壓下去 不是這樣用的 那如果在使用過程中對不對 你平常 譬如說你有已經有肌肉 譬如說已經有 發炎 疼痛的 我就不建議你使用了 你就可能要先就醫 把那個肌肉的那個發炎症狀 把它排除掉之後 再來使用筋膜槍 這種產品 好 好 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個像 像這兩個對不對 就比較適合大面 大面積的肌肉 譬如說胸肌 或是譬如說肚子的這個六塊肌 這個平的部分比較實用 那這個呢 這個頭 這個頭 也是我很推薦 好了之後對不對 給大家看一下 擦上去之後他一樣推薦你使用在哪裡 有沒有 他推薦你使用在 手部 這個很適合在什麼 在這個穴位的地方 有沒有 或者說像是你手掌 手掌 腳掌 腳掌使用 這個頭是很適合在這幾個部分 哇 哇 譬如說你今天是那種專櫃人員 或是做擺攤人 你有時候需要 需要那個什麼 酒做的時候對不對 哇 哇 書碼 這個書碼 你需要九站九坐的 九站的族群對不對 用這個頭其實是非常的好 因為它針對你腳板或手掌的部分去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事實上我在按的時候對不對 對 事實上你們看喔 看這裡 我在按的時候它是有力道顯示的 有沒有這裡 旁邊這裡有力道顯示的 然後它其實裡面呢 有個定時的功能 它的建議啊 不要 每次使用不要超過15分鐘 但我自己 我自己的建議事實上 每個部位對不對 你大概按個3分鐘5分鐘差不多 也不要按太久 也不要按太久 好舒服喔 這個書碼 好 好 像這個 像這個對不對 插上去 我看它建議哪裡 好 它建議這個 這個就是建議關節處 這裡 比較靠近關節 比較多骨頭的地方 真的好舒服 整塊肉都在散 我來看 這一代的比上一代的強 沒錯 這個已經到3500 上一代大概3200轉 現在已經到3500 而且我開最大的時候 聲音呢 還是非常的安靜 這樣聽 好 去跟市售的那些去比較 它聲音 其實你這麼高速的狀況下 它算安靜的 這個也很適合什麼 買去給老人家 其實我覺得全家使用 全家使用 老人家其實很多時候 比較少運動的 如果說你比較少運動的主群 對不對 你每天找個 花個30分鐘 讓他自己在肌肉部分 做個按摩 我覺得對他的那個什麼 對他身體是非常好 促進我們身體的那個 循環 循環代謝